这个视频可能会让很多人心疼哦 我把其他这些这条都剪掉 主要想让大家看一下 这里呢冒出了一根强损 那么在灌木月季 长出这种强损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我们置之不理的话 这个强损的长势会非常的迅猛 因为它对养蒙的掠夺啊 是非常的强势的 会窜的这么高 那这种情况下通常呢 我是这么做的 会对这个强损呢 做一个打顶的处理 像这样 把它的尖呢给它掐掉 这样做的好处呢 有三个 首先第一个呢 可以和其他刚刚修剪过的枝条呢 保持一个同步 也相当于对这个枝条做了一个修剪 那下次呢 它们会同时的萌发新的分支 第二个呢 这样可以削弱这个强损的长势 让营养呢 均匀的分配到其他的枝条上 保持同步 不至于这一根枝条啊 传得太高 第三个 这样打顶以后呢 这个强损呢 可以进行一个自然的分支 有利于整个猪形 更加的饱满 当然 也有很多的朋友呢 会等这个强损长高以后呢 再进行短节 那这样的话 不是造成了这段养分的一个浪费吗 好了 这几是我自己的个人操作 那么面对这样的强损 你是怎么做的呢 哦 对了 补充一句 藤本越界的强损 我们就不能这样打顶咯 就这样打顶咯 好 感谢观看